哈喽大家好 星期五公布的财政预送案 就没有这个猪肝盲目 呃没有这个繁荣税 这样 上市公司大赚钱的公司呢 就不需要再给这个tax 啊 这个肯定是对他们是好消息 之前呢就是有 人传出说 哎可能有这个猪肝盲目 这样的股价呢 尤其是大公司的股价呢 就比较难看点 这些都是庄家说的 现在终于正式了 这些都是遥远 都是被差一次罢了 这样 如此的话 这个股尤其是maybank 银行股 很赚钱的 会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呢 我们就用这个技术分析来看看下 首先他星期五的收盘价是8.74 而这8.74呢 刚刚好就是把这个回车线 poc 蓝把金金线 这些呢都是在他的 呃下面了 只有这个蓝色线呢才是压 还是压出他 嗯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筹码 分布图来看下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其实这边呢 这个 呃 头码 盘头呢 已经是蛮多的 底下呢 是没有什么头码的 这边已经排了很久啊 差不多整 一年了咯 啊一年了 通常有一个 有句话就叫做 啊这些盘头一盘一跌 千万千万不要随便上去 尤其是这种盘头的这种形态的 呃再加上呢 我个人他就觉得 呃 银行的前景呢 应该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 尤其是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 呃 经济放软 然后借钱呢 呃 也没有这么容易借出去 然后呢 烂账呢 可能也会有 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这个银行股 未来啦 不是现在 所以我还是不看好的 我在等牛年跌一次 所以这个如果你问我要不要追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不要追吧 看清楚来 看清楚来 呃 土飞 他有能力突破 这个整个银马峰 就是把这个整个银马峰都变成支撑盘啊 这个不同了 这时候整个银马峰呢 都是变成支撑盘 让他再去追的话还是ok的 要突破的话呢 就要52周新高 啊 大概就是9块钱了啊 啊 9块钱了 现在是8块7啊 9块钱的时候 再看一下 要不要进场 如果他有能力突破的话 还有当然就是说 记得这个200天均线不可以跌破 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都是被守住的啊 只要他跌破200天均线了啊 这个我觉得 就暂时避开风险吧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因为没有这个 这个银马峰 我觉得他明天后天呢 才是 为小为的弹上去 但是就很难突破这个新高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看一下会不会 看一下会不会被打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